王羲珍 藍亭集序中的第十四行 驱舍万输 我们先看这个驱 当然这是驱字 这边是当作驱 用笔很轻 所以沾墨要小心 不能沾太薄 然后细致的地方 无必要把它表现出来 不然就失去这一个 静躺的这种风流的感觉 那风流潇洒 驱舍 带过来 然后里面重一点 这样写 然后再带回来这一笔 好 再万输 好 先写这个横画 这里重笔 起来 先写 有一次先写横画 再带回来 刷过来 好 再写这一个直画 好 好 再这一点 好 然后折笔重一点 勾 稍微折 好 转折有时候要 好 类似提笔起来 才会有那个角 好 一个方角的感觉 来写 书字 然后起了 轻重 然后 再勾回来 稍微重一点 好 然后呢 这个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笔画顺序 没错 先写横画 过来 然后这个很有名的蟹爪勾 带笔 然后再过来 夹压 收笔 这样子 书字 静照 左边的破笔 记住 不要去特 特别去做这个 就照一般的来写就可以了 勾起来里面 类似写一个 转折的话 要转折 笔要提得起来 然后再按 这样 用力按下去 注意看这个代笔 这一题也不是只有学这个造型 它的用笔 代笔 真是非常的重要 进照 过来 这样 然后再重新 再重新记笔 这样子 勾上去 从这边来 从这边来 然后 这里 一点 两点 三点 然后这里再过来 因为这里非常摸摸不清 那我们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好 拉长 这样子 不同 夹牙 起来 绕一圈 变得很轻 好 过来 有勾出来 一点点 铜支 加压 勾远一点 然后这转折要圆润 然后这转折要圆润 挤压一下 好 进照铜铜 再来当字 jakie 踢 老板 当其心 其字这个字写的比较轻盈一点 但是这个比较非常的柔软 所以这个柔软度 一定要表现出来 这个横端稍微挺一点 起 过来心字 加重 好,注意看着手笔压,然后起来勾 这样子